王昭君呢 是王者荣耀当中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法师 他的技能呢 就是下雪 下冰雹 冰冻冷 所以夏天 如果办公室的空调不良的时候呢 特别想把王昭君的画像抠下来 然后贴到空调上 作为荣耀空调 对 作为荣耀的昭君 他的技能为何是下雪呢 龙哥觉得 这可能和他的老公有关 在王者荣耀当中 王昭君似乎在和李白洗皮 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 李白和昭君根本没啥关系 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李白暗恋的对象 可能是杨玉环 李白在清贫调中 有思为证 意思就是对杨玉环说 哎呀我的女神 我的baby 我的老 虽然龙哥哥的诗词解析风格 比较的科幻 比较的现代化 但是呢 李白其实就是想表达那个意思嘛 他就写首诗来称赞 杨玉环女神般的美貌 当然啦 李白也写过王昭君的诗 龙哥哥并不知道 李白暗恋过杨玉环 有没有还暗恋过王昭君 但是这个呢 反正就喜欢给美女写诗 李白在王昭君二首诗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四句诗说的是 王昭君被画师批土魁一生 远嫁殊奴错过汉原帝的故事 当时呢 王昭君是汉原帝的后宫家历之一 汉原帝啊 有后宫三千家历 为了节省时间呢 他让画师把后宫家历的画像先画出来 然后他根据画像的样子再进行召见 结果呢 这样就有很多的秀女又曼你 来打点画师毛炎兽 王昭君就没有钱打点那个毛炎兽 画师就故意在他的画像上滴了一滴墨水 在画像脸上披了一个大黑字 让王昭君变成仇女 所以汉原帝根本就没有召见过昭君 直到匈奴老长鱼 枯环鞋来朝请求和亲 汉原帝不冷心自己的公主远嫁塞外 就考虑选一个后宫家历去 这时候王昭君至高奉勇报名参加了 汉原帝直接就批准了 可是等把昭君送给匈奴的老长鱼时 汉原帝才发现王昭君是个大美人 后汉书这样记载 帝见大金 异欲流之 耳难于失信 遂与匈奴 意思是汉原帝想反悔 但已经答应了长鱼无可奈何 只好把昭君送给了长鱼 这就是著名的昭君出赛的故事 后来画师毛炎兽 就被汉原帝判了一个欺君之罪以斩首了 毛炎兽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因披图而死的画师 昭君嫁去的西域地区 那时的冬天苦寒 雪花漫天 所以农药里的昭君下雪 冰度冷犯冰雹等技能的设计灵感来源 第一点可能是昭君出赛后 生活地区的寒冷气候 第二点可能是和昭君的悲剧婚姻有关 昭君嫁给老长鱼后 第三年老长鱼就病死了 按照匈奴的习俗 以及西汉和匈奴的和亲协议 昭君要继续嫁给新一任的长鱼 也就是老长鱼的妓子傅朱磊 十一年后 二老公傅朱磊也去世了 昭君又要嫁给下一任新长鱼 就是老长鱼的孙子 至此有关昭君的记载 便在史书中消失了 关于昭君的结局 有人猜测昭君要嫁给自己名义下的孙子 可能不甘辞辱孤独自尽 所以昭君一生的遭遇 对他而言 绝对是心寒心冷的 游戏里设计师给昭君设计了冰冷的技能 可能也有暗喻的意思吧 所以嫁对老公很重要啊 不过这里真没李白啥事 昭君和李白的CP 只是在《玩者峡谷》里的北文传说哦 喜欢本期节目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关注哦 在后面的节目端中 龙哥日还会陆续介绍 其他《玩者荣耀》 国风英雄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